据央视7月21日报道 黄河支流哭河出现绝口 武警河南总队机动支队派出官兵500人出动28台车辆 携带9艘冲锋州和皮花亭等抗洪抢险器材 到达郑州黄河大力方向哭水河风乐能装断 同时开辟了两条泄洪通道 为300余名群众安全撤离争取宝贵时间 武警河南省总队某部政治工作处主任徐涛介绍 目前此处共有小的缺口15处 该部官兵全部进行了封堵 在征务方向 武警河南省总队机动支队出动66名兵力 编为12个紧急救援小队 对虎兴庄村居民房进行排查搜救 搜救671户居民房屋 安全转移群众56人 郑州市已宣布 进入应对自然灾害的一级战备状态 2万多名军人和武警官兵 已经防守在黄河大堤 长庄水库 尖港水库等高风险区域 在受灾最严重的中西部和北部区域 多地河道水位暴涨 均已超过防洪警戒水位 根据河南省水利厅发布的消息 目前已经有31座大中型水库的实际水位 超出了迅线水位 部分河段甚至出现了河水漫溢的现象 每年6至10月 黄河流域会集中进入伏计逊期 降雨量集中且规模庞大 发生洪涝灾害的风险斗然增高